3.6在密歷跟實驗中 色刻油滴的大小相同 而且電力大小剛好使一代基本電核的油滴禁止不動 經發現的話 有一油滴以數量V向上運動 就是說他帶著電核的話 他的電力 證的好了 他帶負電 他是負的 他的電力 電力是往上 剛好是讓他禁止不動 那時候你就知道的話 這是QE QE是等於MG 他的電量帶著電量就是Q 所以我叫Q0 帶著電量是Q0 他剛好帶一個基本電核 那這個就是QE 一個基本電核 我們用QE來帶 今天發現有油滴 他速率向上運動 速率向上運動 速率是V V 立即把平型金屬板 之物正物件的轉換 結果油滴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轉換 轉換 轉換 這是一個E 一個E 那現在的話 你另有一個 他這個不曉得 這是N1 結果他以速度V 往上去 然後呢 他現在把這個電板 電板的話 給他按下 結果他的速度 這是N1 這速度是N1 我想一下 他問你 此油滴所帶的基本電 的數目多少 那你要求N是多少 首先我們知道 E1是等Mg 那你 這個往上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這個 E1 減掉的 眼睛 是等於 爛倒B 現在 對不對 好 然後的話 這個是等於E1 所以 N-E1 N-E 對 E1 是等於爛倒B 然後你顛倒反向以後 變成 那個 力量 跟重力 跟那個 電力都往下 所以你就知道 N1 E 再加Mg 這等於爛倒N 乘以後V 他就知道 他就等於 N 加E E 這是等於 2爛倒B 兩點 那我就可以求N 他一除 一除 就是說 N加E 除以N-1 等於2 那N我就可以算出來 N加E 等於2N-2 所以N就等於3 所以他帶有3個基本點 到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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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